HELLO SEA BOOK的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張佳生 口才的部分 因為我以前當運動員的時候沒有講過這麼多話 所以就是可能在很多專訪 或是記者朋友們問我問題的時候 我可能會卡住 或是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 應該就是大家的勝負欲 大家勝負欲很強 所以在贏的時候大家會很開心很感動 那輸的時候大家會很難過 那就可能圍在一起檢討 我應該是一個冷靜的殺手 在場上我能夠很冷靜 對 然後也默默地去攻擊對方 聲音沒有那麼大 但是我就是默默地付出型這種 我國中教練到現在一直還提醒著我的一句話就是 我們現在做的任何事情都是為了自己 不是為了別人